306的这一题 就是回圈把那个偶数连加 比如这一题 那我要怎么把这个偶数连加 那它底下有叙述就是说 它会需要A跟B 那A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起始值 B的话就是结数值 也就是从这个数字开始 一直到这个数字 所以B一定会比A大 那中间的话 只要是偶数就帮我加强 所以一定会14加上16 再再加加加到1144 那结果帮我输出到这边 所以我需要什么 两个input 一个input是A 一个input是B 那比如说我这边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的话 那因为我input里面没有 不用叙述啦 我只要输入就好了 输入14 Enter一下1144 那Enter的话 如果你可以看到 跟下面结果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 写的程式是无误的 OK 那要怎么写 我想这个应该蛮简单 前面都写过了 再来 比如简单一点 2到8好了 不要那么多 2到8 那结果应该多少 2加4加6加8 结果多少 20 OK 就是偶数的连加 这一题要怎么写 那底下的话 当然 这没有设限答案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请各位去想想 写越简单越好 你不要没事写一大堆 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那表示你功力还是太差了 OK 所以试试看 你会办法把这个偶数连加 所以这一题是302题 画面还给各位 讲一下 那其实 跟前面讲过类似 如果我有一个 这个最后的结果 NS NS等于0 初子 就是这个值 我们等于是宣告一个NS 就是帮我累加的 累加到这边 然后呢 for i in range 那关键就是这个range 里面要填什么东西 基本上的话 因为我们的初子 只要从a开始 所以就出入a 逗点之后的从大脑边结束 到b结束 不过特别重要 b是结束的 怎么样 他到这边的前面的一个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要把它加1 如果你没有把它加1的话 他到b结束没有加到 那那个b这个值 b的值也要 OK 那所以逗点的话 因为间隔2 OK 所以这个间隔 每间隔偶数 所以输入2就可以 然后呢 他进到这个回圈里面 就从a开始 然后帮我累加 累加的话 就ns 等于ns加i 你也可以加等于i OK 然后呢 把它全部跑完之后 输出结果 就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其实这一题还蛮容易的 如果这一题做完之后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试试看 后面 我们待会 下来一堂课一样 把这几题 也许大概再会带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主要就是一定要熟悉 这些回圈的应用 因为未来 只要你用到 python去处理资料 data 或者是爬虫 反正不管 基本上一定都会有 这个回圈的叙述 如果你对回圈叙述不熟的话 你要做后续的应用 恐怕就是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我们先下课休息 咱们再来看